所以他只要保證說我線上面不被game 其實他工作大概也是達成的 但是丁特我覺得扛了更多的東西 我同意可愛美老師的講法是在於 丁特的前期敢打 但是你在看到reframe的打野風格的話 感覺上是比較龜縮 比較穩一點的這種遊戲的玩法 所以其實對於J-Team來說的話 他必須在線上拿到優勢 因為他們的打野選手 可能比較不會這麼著重game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Benchow上面的 奈德莉先被暗掉的情況 因為在reframe這邊這個原本是 閃電郎的打野選手 這只要從貓科動物戰隊出來的呢 奈德莉基本上都是一把招 所以先把奈德莉給封鎖掉 接著接下來J-Team是BEN掉了 Raison很常在上週比賽裡面 很常使用的凱特領 我記得沒錯他是使用了三次來四次 用了三次來四次 現在HK eSports他們玩的陣型 通常是兩個大坦克 然後再讓這個Raison拿一些 手非常長的AD在後面進行的做輸出 那在這裡的話我們看到Benchow的話 HKE的話喜歡的 像丁特喜歡的角色主要是 古拉克斯跟雷克薩這兩隻 有坦性能的角色 那包括奈德莉跟進爪 他們通常是比較常選擇BEN掉的 不錯不錯 艾希這個BEN我覺得還不錯 對 因為遠程的魔方拳經驗開戰 對如果說大家有在關心 這一週應該說今天的比賽 剛開始的時候 有我們的本週的這個 上週的Top 5 第一個Play就是由艾希的魔方拳經驗 所開戰的 但後面的話是被J-Team給化解掉那波團戰 我們就不太多贅述 在接近紅方的最後一個BEN是放在雷茲身上 HK Esports 先點了一個卡碼 其實大家對OLE應該比較印象是他前兩場的機器人 沒有錯 我覺得OLE被BEN那麼多隻 其實有一點奇怪 因為他在上週的比賽 市場比賽總共被BEN了八次 所以他平均每一場吃兩個BEN 然後我後來去問他們HK說 你們覺得這個BEN輔助對你們有影響嗎 然後HK說其實沒有 因為反正我們的角色很多 要限制OLE的輔助 聽起來是不太可行 因為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可能OLE還會珍娜 然後還會摩甘娜 還會射雷西 其實所有的輔助角色現在的選手應該都會使用 特別去針對輔助位來說 並不是特別好的選手 對 我是覺得其實BEN BEN掉就好 因為BEN真的是算是一隻很強勢的角色 就是能開戰 然後特別是像OLE這種 這麼會遊走的一種輔助 他其實給地圖壓力很大 但其他兩隻我覺得 因為摩甘機器人基本上都可以開 但先首選的卡馬 其實是在輔助位跟中路的Gear 都有可能來做使用 但是輔助位的機率高一點 你選到了卡馬的話 下路線就不太會輸線 但J-Team是看到吸血鬼OPEN的起來 先把血鬼選下來 再配一個技 哇 這兩個的話就是 後期非常高傷害的一個組合 那當然現在的吸血鬼 雖然是有可能走上走中 但是我們目前看到職業聯賽 基本上都是走中 哇 今天的J-Team後勤團隊 其實也穿上地表最強的外套 然後來現場觀看他們戰隊的比賽 目前HK eSports 點了一個酒桶 對丁特來說的話 坦型的打野 或許會在他手中 比較好去發揮 因為就像克萊姆老師 剛剛一開始 在開賽前就講 丁特會在前期著重一些 比較激進的塔殺 這些PLAY是需要 由坦克體質的這些英雄去完成的 沒有錯 而且丁特主要承擔著他們 隊伍上的開戰角色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LMS裡面看起來 其他比較夯的一些打野角色 像是葛雷復發或伊莉絲 基本上丁特是沒有在碰的 沒錯 我覺得盡爪可能 丁特有玩的比較多一點 不過在這個 上半場也有提到 盡爪在6.1版本 有經過了一些改動 這個野怪的印記堆疊成數 其實會隨著野怪的等級 而去做改變 應該是說會跟著野怪的 這個分類啦 因為像這種最低階的野怪的話 可能就是在你印記一層的時候 會放在最低階的野怪 再來就是隨著可能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會變成史詩級野怪身上 跑出這個BUFF的印記 現在的話 0到2層你只能是疊這個河蟹 或是疊飼鳥 那3到4層的話 是可以疊其他的喔 那之後的話 5到7是疊小龍啊 然後BUFF啊 再上來的話 就只有巴龍跟這個遠古龍 才能拿層數 就原本只能打一些爛怪 然後到後面你就是 因為你的裝備越來越好了嘛 RPG遊戲大家玩過吧 你走出了新手村之後 你的印記要往上疊加的話 就是必須要打更強的怪物 那J-Team的後兩個Pick 這個算是很J-Team的風格選角 就上路選了一個特別強勢的打線角 然後讓Morning去盡情的發揮 然後讓Refrain去拿一個單點的控制蜘蛛喔 這裡的話 我覺得特朗德這個Pick是非常好的 因為包括Maple Snow這裡用的非常的擅長 那再來的話就是 Morning其實他也擅長打一些 比較像是分推類型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特朗德也是很適合他 喔 但伊瑞莉亞在對面給登場起來了 以你的了解來說 特朗德跟伊瑞莉亞打起來如何 我覺得其實前期的話 就以機體而言特朗德比較優啦 但是特朗德比較容易被Gank 所以就是要看你的J-Team有沒有辦法滾起這條線 滾起這條線的話 我覺得伊瑞還是有辦法贏這條線的 但是基本上是特朗德優 點了一個布拉姆 但講回到了這個角色的對線情況的話 你有發現嗎 然後Hawker在A6A補上了伊瑞莉亞之後 中路放了卡馬 輔助放了機器人 這樣子不會有 我個人是比較擔心是在大後期的傷害面向的問題 對 這邊的話 其實伊瑞莉亞過了35分鐘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傷害的 那包括古拉格斯這個點的話 傷害也是比較偏低的 不像進轉或葛雷夫 你後期會期待他成為一個carry 所以這整個隊伍看起來的話 要不然就是前期 你要靠著機器人抓人 把對面抓爆 要不然的話 你就是要真的希望 Raisen來一個神carry 因為以我們原本在版本理解上面 比較常看到的是 會有兩個主要的攻擊點位 其實以卡馬中路來說的話 大家會比較印象 應該是MSI的時候 對上COG 中路原本有拿一場這個 Maple拿了一場卡馬 那打到大後期之後 就算卡馬CDR撐滿 三秒鐘一個Q技能好不好 這三秒鐘一個Q 但是傷害量還是完全不夠 所以代表的是HKE這一場 把前面的這個 輸出重心全部都放在了Maple Soul 跟Raisen兩個人身上 沒有錯 那這裡我覺得HKE的團戰 其實還是有機會 我們如果看J-Team的話 他們完全沒有爆發輸出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是被抓一個人 然後被暴打一頓的話 暴打 其實是HKE有可能贏下這個團戰的 我是覺得 J-Team的這個陣容的話 CCG其實是有一點點偏少 是 所以在團戰裡面的話 他們拉打其實要做得非常的確實 特別是在這個BV這個點位 對 如果講到BV 我們就會比較像 這個艾西被ban掉 我們就會想到他的一種 遠程的射手角色 我們並不太會 看到這BV常常選擇一些需要去秀 或者是需要去衝入敵陣 完全賣操作這樣的英雄 BV已經變了 雖然這個是年紀大了 但是他的這個 年紀大 他這個思維變得更高深 比較穩 這個我覺得下路最穩的AD是誰 就是BV 你看看這個身體 他自己也說嘛 最穩嘛 我最重當然最穩 這個當然聽說BV的體重已經跟 這個小弟越來越近了 所以其實也是期待BV可以加入我們的雙十項行列 比賽正式開始 藍方是HK 紅方是G-Team 在趙恩斯技能的部分 FORFOR是帶上的鬼步 增添他在團戰的時候 可以在陣型裡面有更多的輸出位 目前的散點站位 BV是帶著捷克一起來到河道處 但機器人OLE 前期的路也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其實G-Team要非常小心這樣的舉動 這裡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前期最主要的動向會發生在上路 這邊的碰撞 如果MAPLESNO想要贏這條線 而且MAPLESNO這邊這個點很有趣 通常丁特很喜歡去幫MAPLESNO滾雪球 如果他打Morning的時候 也可以滾起這顆雪球的話 我覺得勝算就蠻高的 Morning就是被大家譽為是打線王 打線王的話 你打線就先贏他 我看你打線王怎麼王 現在是OLE帶著Rayson 走進了對方的毒蛙區域 在J-Team這裡其實已經意識到 在河道處下兩個點位的眼睛 以OLE的角度來說的話 前期可以偵測到對方的位置就很賺 對這邊的話我們看到J-Team其實也是十足給了很多的尊重 他們剛開始就直接在這個河道就直接下視野 因為他非常怕這個機器人直接把人拉走 但以剛剛J-Team的最後一個Pick 其實是放在輔助位 我想討論的是 他最後是選了一個反手的布朗姆 但以對方是機器人的情況下面 選牛不會比較好打一點嗎 牛我是覺得現在其實沒有到特別強 對沒有到特別的強勢 以現在的這個Tier來想的話 其實布朗姆是優先順位再高一點點 那這邊繞進來的話是有可能被夾的喔 而且是Raison在吃這個藍buff 然後由OLE進入了更深的野區裡面去探查對方的動向 看起來HKE是在剛開局的時候要先偷一個藍buff 但此時J-Team的兩個人蹲在這個河道草叢裡面 如果吃完柴血的HKE刷人組合走回來會非常的危險 那這邊看一下有沒有人要直接上2 這邊是經驗是沒有辦法直接上2的 那這邊應該會被蹲一波 要非常小心 傑格是丟了一個Q技能把對方給勸退了出去 現在OLE是開始喝了藥技把血量鬼回覆起來 不過Raison現在手中有藍buff 對於伊澤瑞來說很爽啊 因為前期這個Q等於是秘書射擊無限連發 喔這裡我是覺得J-Team被擺了一道喔 他們是有看到這個雷神進他們自己家的野區的 但是他們沒有選擇 應該是沒有想到他們會直接把藍給吃掉 沒錯 所以他們如果知道他要吃藍的話一定會更早進去鬧 在打野位的伊莉絲 Reframe這裡帶上的是雷神綠令喔 這也算是在傷害角色前期可以滾動風向的時候 比較常看到的 像葛雷夫現在有一些也會帶上雷神 沒有錯 Benny的話跟這個Karsa其實都喜歡帶雷神 沒錯 前期可以多打那麼一點小爆發的傷害 FOFO是放了寫之潮汐 跟GEAR進行第一波的交手 等級上面的話目前GEAR是微微的佔優 但Reframe已經繞了來地圖的上漫步等級3等 就看Maple Soul 伊莉莉亞能不能逃脫這一波對方的夾擊 目前Morning已經開始調整自己的位置 但小兵有點多喔 在藍方的Maple Soul 是開始靠著自己的小兵再打往回一個平衡打擊 後方TP亮了起來 蜘蛛上吊帶著Morning一起離開 這個TP其實是GEAR所釋放起來 想要勸退對方的 下路也打了起來 VP血量很低 但上面也是上下開攻 Maple Soul被一個毒牙給咬掉 下方丁特也是照顧的過來 有機會從從頭身邊度出來嗎 這裡這一波我覺得打得很奇怪 Maple Soul應該是跟隊伍的溝通不太好 他應該要敲閃趕快離開這裡了 不應該TP取消的時候還在跟人家探草叢 這個太危險了 沒錯 剛剛畫面沒有帶到的地方 VP是一次交掉兩個召喚師技能 看起來是被OLED的火箭狀況給拉出去喔 喔真的耶 這邊的話 對他們的下路線也是非常的危險 而且丁特已經來了 卡莎似乎是HKE想要來執行的 Racer先中了一個領動衝擊 後方 OLED已經被留了下來之後一個毒閃 VP應該是要死了 被Maple Soul的一個Q技能給收下 但後方傑哥 殘血的狀態 HKE是否還要繼續進攻 來分擔傷害了 OLED先把傑哥給敲起來 再由丁特的肚子收下這個擊殺 還好OLED有這個法力的護盾 把最後一下塔的攻擊給擋下來 不然我覺得OLED應該也是有點危險喔 對這波打得真的很精彩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回放的剛剛上一波 這邊應該是傳送 應該是傳送已經繳掉了嗎 這裡才有進傳送 這邊Maple Soul我就是覺得 看到傳 OK這個時候可以退了 這個時候可以退了 這個傳送面子了 對對對 這邊的話應該是沒有想到被斷掉了 那這個時候就 哇走不掉 被隊友稍微小賣了一下 沒錯 但下路兩個擊殺都繳出去了 雖然說是 Maple Soul用了上路的一個TP做交換 但其實也還OK 因為Morning的TP剛剛也是 施放回來之後是來到了線上 對 其實剛剛我以為是這個OLED在彈塔喔 我以為他是已經死掉 可是感覺好像後來有辦法拉掉的樣子 OLED的機器人 剛剛是被這個被動的法力護盾 法力屏障給拉起來這個血量 對 有扛住 那Refense現在回到了自己下半部的野區裡面 雖然說是人頭一顆是落在自己身上喔 不過自己下路刷斷線的隊友是已經 交出自己的性命 上路的Morning 補出了一個紅寶石 紅水晶 跟著Maple Soul繼續兌現 以單純現在打線來說的話 Maple Soul雖然被擊殺掉一次 咦 這個是上一波的replay 再來看一下這裡的replay喔 這裡的話 看一下 其實剛剛是 這裡好像是換Maple Snow坦塔的樣子 原本是丁特在扛 然後之後換Maple Snow扛 先利用一個力量衝擊衝出去 然後再由OLED去扛這個傷害 因為他知道他的被動有護盾值 對 這邊最後一下沒有倒下去喔 所以打得真的是非常漂亮的 BB想利用知名伏筆 對OLED做成一些限制跟騷擾 但以現在的情況 對HKD來說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喔 兩個人頭交在自己的身上 但以現在的Racer來說 因為剛剛前面的藍Buff到手 所以買出水滴之後 這個農兵空間會變得更加舒服 對 那這裡的話 看一下上路 特朗德的話 現在吃兵其實領先不少 來到二十幾隻兵 而且他現在兵線的這個位置 算是非常舒服的一個地方 沒錯 特朗德在這個上路的Match Up 我們看到的話 應該是會往泰坦九頭車的方向出喔 那伊威利亞現在三槍改動之後 我們其實比較常見的一個出法 是直接上這個閃耀劍 然後再上刺針劍 對 這個是輸出最高的一個打法 但是這邊的話 可能是前面已經有點吃了一點虧 所以出了一個比較防守性的 往小木槌的方向走 沒錯 而且模擬是把線路先給拉住 因為這樣可以提供Refrain 更多的進攻可能性 那反而是Maple Soul 剛剛下路TP一波有撈到人頭 但是現在反而是因為兵線的關係 Refrain隨時會過來照顧他 所以Maple Soul已經調整站位 調得非常後面 對 這邊的話算是 讓Maple Soul非常的不舒服 他一定要等這一波進來 然後想辦法把這一波盡量留在自己的塔前 如果這一波再往回推出去的話 哇這真的是不太好 這個塔殺是真的要執行嗎 蜘蛛繞了出來 Maple Soul的位置 被蜘蛛王給綁住了 可能還可以做一些反手 但這一波對方已經明確的要退掉 決定沒有要打了 你TP下來代表中國吸血鬼會有更多農兵空間 沒有錯 而且這一波整個TP的話 還把Jungle的位置給佈入囉 因為這邊的話 丁特被迫要來中路收這個兵線 那我們就看到卡瑪在上路晃了一下 直接走自己的野區 也沒有辦法守住藍 也沒有辦法守住狼 所以這個TP是算是 確實是有點小失誤 這TP失誤之後整個藍區 應該說HKE的整個藍區 是被Refrain給掌控起來 現在連這個狼魂都被中了出來 目前的Gear回到了中路位 有Refrain在拿取對方的藍Buff 第一個藍原本是被對方的Racer給偷掉 所以Refrain現在是反偷你一個 TP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差野量 一直是我們LMS隊伍裡面最高 不應該說是J Team 現在的J Team 沒錯 那他們的這個差野量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在Refrain這個點位上面 他們很早通常會回去買粉眼 那他們差野量一分鐘通常多人家0.4隻眼 是其實非常誇張的一個 所以有些人聽不太懂 一分鐘0.4隻眼是什麼樣的概念 就是 一根眼可以持續三分鐘嘛 對 就幾乎是多了對方一根眼睛這樣的一個數字 就比較長 比較厲害一點 比較長放眼 比較多看得到 這個頻率的差別 頻率稍微高一點 沒有說一定 這個沒有說代表性一定比較厲害 只是說你看到東西至少是一定比較多 你看的東西就是比別人多那麼一點 對對對 中路的FORFOR先買了這個燃燒寶石 他有兩個走向 一個是可以先出深淵 不是不是這個 振奮盔甲 對 然後再來是出海克斯科技背包 對 這兩個的話現在我們都 還不確定到底是要出哪一個 喔 根真是科技腰帶 對不起 最近都叫他背包 因為他可以往前噴 下路的OLE 是把兵線用肉體給擋住 讓Raisen一隻一隻撿起來 在前草的部分也是另外一根粉燕把視野給佔據了 但目前上路的特朗德真的是打得很兇喔 這買回家是先買了九頭蛇 而且視野一直是穩定了三十隻 這個也是因為Maple Soul剛剛離開了線上 然後Morning是交了TP回來自己的上路線 這一來一往之間是就落後了快要三十隻喔 沒有錯喔 而且這個Maple Soul 我覺得這波再被動的話他 一定要call jungle了 這個沒有辦法再這樣持續下去 因為Iradia這隻角色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他如果線上沒有打出優勢的話 你會覺得不如選個坦克 不如選個坦克 因為剛剛看得沒錯的話 好像茂凱也開嘛 就很多的坦型角色其實都還open 沒有錯 茂凱這個版本算是削弱不少啦 他剛開始的QCD時間從六秒變到八秒 我這樣好像是點滿才是一樣的 對對對 奧術衝擊 其實對於茂凱來說在前期是很好的換血技能 中路的吸血鬼把這個兵洗一洗回家 喔 九分鐘硬身掏出了一個海克斯科技腰帶 但目前好像比較少看到這個海克斯系列的這個GLP800 也就是丟出寒冰劍的這個爆劍 真的比較少見啦 因為你如果要出這個東西的話 你會想一想說我出兵章不就好了嗎 其實效果比較好嘛 而且還有持續的 你不需要按按鈕多好啊對不對 應該是說緩速的話 應該是讓這種追擊型的法師 可以有更多追擊的時間 但這個道具可能比較激 在目前為止這個效果是比較激熱一些的 對 確實喔 因為你有兵章在的時候 你不太會考慮這個 然後另外就我覺得 這一件這個背包真的有點太強 CD時間40秒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FORFOR的話 是直接出了這個溫泉之後就直接開 沒錯 就跟鬼刀的用途其實有點像 看看FORFOR 現在他走來線上之後 他的背包又 這個腰帶又要好了 哇 這裡上路眾人要摳Jungle了 可是他這個位置的話應該會被發現喔 有應該是有看到 他只要一走 往前走這個三角草叢裡面 就會看到 但摩尼知道這件事情 往前系列一個深入霸體 但被平衡打擊給暈了下來 沒破唆開啟了卓越巨箭 摩尼是棒打沒破唆 但後方 丁特已經趕得過來了 先躲在小兵的這個整個陣型裡面 先另外一個滾動 造Jungle的這個路線 造得非常的漂亮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 對 我們上路這邊三角 已經有一根粉眼了 他是直接從這個四鳥這樣繞上去了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看到那個 他們那時候的兵線 其實是有看到Reframe回家的這個動作 以現在來說的話 下路這條線 對JTM來說是烈士線的喔 20隻CS的落後 然後再來是裝備上面的話 Eazerate是已經有魔劍的這個盛裝 那在BB這裡的話 則是只有一個 這個殘暴之力的這把劍而已喔 這邊蠻有趣的喔 不太知道他的出裝走向是怎樣 因為我們其實通常看到 痾 靖的出裝的話 其實會先上無盡 對 以Solker來說 也有看到像是 躲破之連之後接火炮 這樣的一個出法 就是比較偏技能組合 施放型的 這樣子一個出裝走向 不過BB這個裝備 以我的理解來說 有可能是鬼刀嗎 看起來確實是像鬼刀 但鬼刀對於靖來說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用 就是有待考量 一個火箭抓去 先把傑哥往前一抓 傑哥是頂了一個熊心中盾 但此時BB是掠過了這個防禦陣線 往前一下的暴擊 173點 打在Racer的身上 現在下路BB已經找回熊風了 原本是歸著打 現在是可以看到 傑哥可以彈出這一第一波的傷害之後 就由BB來做反打 沒有錯 其實機器人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他在線上的魔量一直不太足 他可能打兩波之後 就沒有辦法再持續進攻了 那我們剛剛看到他這個打了一波之後 然後沒有打出東西 基本上魔量就不太夠 然後他打第二波就要直接回家了 對 因為機器人 以偶類的角度來說的話 像機器人 珍娜 這些需要魔量的角色 他很常出的是女神之類 也就是水滴這樣的道具 去支撐自己更多的技能 施放的回魔量 畫面帶來了 上路之後Morning 一隻一隻勞勞實實的 在上路撿塔 這個撿兵 Maple Soul其實 現在應該就是把兵線帶過去 然後再把視野排 這個做起來 然後繼續跟Morning對線 但Morning不給機會 你想要插我三角眼 沒有沒有沒有 我已經先插了一根粉眼在裡面等你 對 這邊的話 對Morning會稍微虧一點點 是因為他的控兵線難度比較高 當你的手 手上拿著現在這個 那個叫什麼 海神啊 以前的海神是你要觸發 這個主動機他才會退兵 但是現在的這個海神 你只要打 他就一定有AOE效果 所以你兵線 要控制住其實比較難一點 但我個人有一點擔憂的是在於 OLED現在的跑線 然後應該是說對於J-TING來說的話 J-TING是需要更多時間去農的 現在的禁肯裝備也不是太好 不過在 我們現在講畫面上面的東西 Refrain 被丁特給抓到了 先交了閃線 蜘蛛上架 躲過了這個爆破揪透 但往回回到了Gear身邊 再利用自己的小蜘蛛 擋掉了這個Q技能 但反身Refrain是已經死在了Gear的傷害之下 後方是FORFOR跟傑哥的進場到來 但OLED差一點點血量 吃了護盾 最後是由吸血鬼一個鮮血轉換 把機器人給收了下來 後方特朗特也是趕過來支援 這個Gear在中間的這個空檔 利用了一個RQ連段 把傑哥也給射了下來 這邊總共換下來的話 是一波二換一 HKE這裡取得一些優勢 這波團戰對於J-TING來說 似乎是打得有點亂 因為人是一波又一波的到來 但是他們的傷害 並沒有同步的灌在同一個角色身上 對 而且剛開始算是比較虧 他們這邊其實有點無打四 雷神沒有進到這個團戰 但是他們剛開始Refrain 就已經被打殘了 來看一下這個Refrain Refrain是先在河道處被抓到 Gear從後方趕過來支援丁克的爆破酒痛 是被蜘蛛上吊躲過 這邊都還蠻好的 但後面的OLE到來的比較快 所以Gear一波爆發下了點燃 蜘蛛先倒下 就變成HKE的一個多打掃 沒有錯 那這裡的話感覺傑哥其實大絕 可以再早點把它開掉 就阻止OLE再進來這個場地 Gear這一波 閃現RQ 很漂亮很漂亮 精準 而且Money也很坦 BB是交了至於把Money想像給拉起來 但聖路霸體的回復量也是很足夠的 這個團戰讓HKE拿到三顆人頭的優勢 經濟是微微的領先的800塊錢 這幾波的進攻 我們可以看到HKE的 這個丁特發揮的其實都非常的好 對 這個都是由他在上半部打出破口來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上半部 河道的視野他也是完全掌控起來了 對 這100%目前是100%的擊殺參與率 有五個人頭的進場 他已經佔據了五個人頭的參與 對 前面都是圍繞著丁特在打 果然是這個 其實我們看到雷神後來被偷Pentakill之後 他也是說 哇 好家在 丁特有把我的Pentakill拿走 要不然我會膨脹 會膨脹 心態會走掉 我會忘記誰是我們隊上的大哥 要知道大哥是誰 大腿是誰 大腿就是中路 再來第二根大腿是誰 我們就大家自己自由新生 自由新生 這看比賽表現的話 目前大腿看起來是丁特 那如果等一下Maple Snow一波秀的話 第二根大腿就是Maple Snow了 沒有錯 其實我覺得丁特一定是一直很想要出國的一位選手 我覺得HKE有好幾次機會 其實都是有可能出去了 那今年他們看起來又是強勢回歸 沒錯 今年真的我覺得是非常有機會的 在於中路Gear的補強 是幫助了原本HKE可能會是動的弱點 完完全全就補足了 上路的Morning 第2個誤解兵組頂了Maple Snow 這個傷害量好高 Maple Snow扛不太住 被對方追著棒打 這裡Morning是有點生氣的 雖然河道沒有視野 但是不能忍 不能忍 但丁特走後方繞了過來 Maple Snow往前 第2個離人衝擊 在對方前面甩啊 我覺得現在就在引誘Morning往前進攻 他這個是經驗法則 你剛剛我白目了你 你就上了我 那現在的話我再白目一下 你應該還是會上吧 哈哈哈哈 下面封組在前面 真的在一邊甩喔 在賣弄風騷 就等Morning往前來打我 你看 烈人衝擊再加一個平衡打擊 Morning現在上當了 不能忍不能忍 又一個誤解兵組在其生路霸體 丁特在後面喝酒閃現過來一個肚子 但是因為生路霸體的效果太過卓越了 所以這一波應該也打不太下去了 呃這邊 其實還是Morning轉 這個Morning也是厲害厲害 老江湖 下方開啟的這個 第槍中 沒錯 再來Raison中了最後一槍 但傷害量並不足以把他給帶走 這個華麗星螢幕並沒有造成多大的效果 歐雷跑線之後再回到了下半部 對 這裡我覺得對上HK的時候真的都非常緊張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歐雷到底在哪 哇中路Fofo被牽線啦 再加一個Bobo九筒炸在牆壁上面 Fofo加了一個大絕回身 看起來的話這只有種在了九筒身上 傷害量不太足夠 哇這是Fofo的拿手絕活 被兩個人Gang然後把兩個人逼走 他現在都喜歡玩這種中路很吸的角色 沒錯沒錯 我覺得應該在第一週的時候 對上M17當時被斯溫教訓了一波 然後所以現在他也開始玩這種可以一打二的英雄 三個人蹲在草叢裡面 由J-Team這邊似乎是想做一個蹲點 但HK意識非常的好喔 已經是聘出了這個警示燈的問號 哇那上路這一波的話 也是因為Morning拿了這個泰坦九頭蛇 在上塔其實磨了非常多 但這一把OLE的機器人目前是出勾次數看起來是蠻多的 但並沒有拿到多大的成效 我是指在單線上面並沒有拿到多大的成效 在J-Team看到了這條土龍重生的瞬間 OLE已經帶隊友趕了過來 丁特這裡是跟著OLE一起把對方給逼退 不是要跟丁特比重擊 我覺得這個Refrain要摸摸自己的這個 摸摸自己的重擊這顆案件F也夠不夠大顆 他這個Panda kill都能中走了 小龍算什麼 對丁特來說信心重擊 重擊到丁特的手中120%發揮 Refrain可能要兩個重擊才拚得贏他 不過說認真阿 剛推主要是因為BB要回去買鬼刀 所以BB就call了一個 我現在有鬼刀 我現在是我的一個強勢器 我鬼刀買出來了 小熊如果等一下問這個Refrain的話 你這個不敢吃龍是不是因為怕丁特 他一定跟你講說不是 不是因為我們家BB說要回家買鬼刀 要聽大哥的話這樣 鬼刀這個道具我想跟他討論是 因為禁的攻速其實並不是給他多大的傷害加成 對 鬼刀主要是讓你比較多的機動性 那我覺得他買這個裝備可能是考量機器人這個點 或者是考量酒桶這個點 所以才買這樣的裝備 但是以鬼刀的性質 就是他的能力值來說的話 對於禁來說並不是一個這麼卓越的傷害面成長的話 如果現在傑婷想要來打團戰的話 傷害面會不太足夠的感覺 呃沒有錯 我是覺得 就是鬼刀這件裝基本上是 打線的時候其實非常的厲害 對 因為他的CP值很高 而且就是你只要打出一點優勢的話 你開始加跑速 其實對面會非常的難受 那再加上他的平霧穿 特別是打皮卵的角色是很好用的 那現在看起來的話他們打線好像也沒有太大的優勢 對 因為打線沒有贏嘛 然後再來是吸血鬼他第二件裝備出的是振奋 這個也是偏防禦面的裝備讓4-4可以多活久一點 Refrain的下一件裝備看起來是兵障 以這樣子的裝備build來看的話 他們的傷害曲線並不在同一個彎度上面 沒有錯 感覺J-Team就是想要維持現在這種打線的節奏 繼續把比賽往後拖 其實往後拖的話我覺得他們的傷害面是絕對比HKE足夠了 當然當然 以最大的後期來說 但現在Gear是拿到了黑魔鏡輸可以有效的降低治療量 下路是兩個控制機的連放 Racer已經被打到了殘血 Ole是用肉身擋住了這一波又一波的華麗 羨慕到後方Gear的進場兩邊TP都亮了起來 一個獵人抽擊先把BB給劝隊再加左右巨艦的尾端 先掃掉了BB 但Money的態度非常的高 現在Mable Soul也是殘血的情況 Refrain往前閃現一個蜘蛛網綁到Racer 所以Money看到了這個控制機的命中 Mable Soul也要擋 也是要跟著一起倒下 Racer已經打了4-4趕到 閃現過去硬爆這個E技能 但時代已經交流起來的時候 血池上來苦力又BANG 這裡是有4-4-4最後一下的傷害補足 把對方的Gear也給帶走 哇 那這一波的話真的是很虧 因為HKE剛開始這個丁特其實是在上路的 沒有想到下路這邊會打得這麼兇 所以就算他們有傳送優勢 反而是被打了一個5-4 但以剛剛的會戰來說的話 丁特不在下路卻爆發了一波如此大型的團戰 對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是 這個雷神走位上面是有一點點 失誤那傑克好不猶豫馬上交出來他的大絕 那OLE 用肉身打了 他活得蠻久的 真是意氣幫檔啊 對 那這一波的話 我覺得Mable Soul進場非常漂亮 最後一下大絕直接刷到 雖然他上路已經輸了60CS 可是進到這個團戰 本身有這個三項的效果 切後排是比較卓越 哇 如臉利狗 太關鍵了 對 然後後方就是JT的收頭秀 可以看到FORFOR是閃現過去硬爆一技能 但這傷害好像是沒有打到啦 但以後續的傷害補助來說 FORFOR的現階段 剛給在了這個卡馬身上的傷害是足夠的 這波是Refrain打到 這波Refrain後來那個綁沒有綁到的話 互相拉掉 其實沒有什麼事 沒有那麼鑽 對 但目前兩邊的小龍數是J-Team領先 一條水龍到手 雷開始地圖上的跑線 可以看得出來 機器人剛剛除了幫檔之外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會戰效果 是 因為機器人本身就不是一隻打團的角色 對 就機器人是一定要抓多大少 要不然 這就是為什麼機器人我們現在其實很少看到 因為我覺得他的功能性其實偏少 他打線沒有那麼強 然後再來就是你一定要打這種抓人型的一個隊伍 那現在團隊溝通這麼好的情況上 其實很少直接這種情況 現在是想要來硬打Morning嗎 但是看起來 Morning的坦度有點高 Morning的坦度有點高 是承受了大量的防禦塔 莎而且Morning敲了一下地板 激動靈力 往回一個肯咬 先把Morning給收掉 自己能不能全身二退 丁特往前一個肚子再加一個酒桶 灌在腦門上面 把Morning也給擊殺掉 但此時捷運上方是開始吃了巴龍 這個巴龍血量只在2500點而已 看起來HK是想來進行防守 來看這個重擊 信心重擊 漂亮 是由Refrain拿到這條巴龍 FORVOR領軍在正前方 但目前Gear也是不敢繼續作戰 Maple受到旁邊抖啊抖 也不敢進入戰場 哇 這裡的話 HK真的是 鬼道有點炸跳 他們是三人塔薩下路 然後塔薩一個特朗德 一個很肥的特朗德 而且特朗德在死前還換掉了一個 對 三甲一被換掉一個 這個對於JT來說 是再好不過的消息了 沒有錯 所以他們等於是拿 應該只能說一個打換一個巴龍 對 哇 虧炸 不是太賺了吧 我跟你講 如果說可以一個塔換一條巴龍的話 我就放你五個塔 因為我可以拿五條巴龍 因為防禦塔對 應該說 防禦塔跟巴龍比起來的話 你拿到的巴龍是隨時都可以把這個 防禦塔給拿回來的嗎 只要再轉線 我們看外面一轉過來之後 中路是 搭配著BB的傷害一波 FORVOR把Gear給帶走 我覺得現在是 心兒王FORVOR在教育學弟 沒有錯 這波上得非常的漂亮 因為他本身應該是用1的緩速 把人家留了一下 然後可能是還有BB開大決 直接打到他八成的這個緩速下去 中路是Refrain跟傑克從側邊趕過來支援 閃得很漂亮 沒錯 先用血池躲過了對方的指向技能 但此時BB也是開了鬼刀往隊友身邊一側 因為土龍現在還是存在的情況 JT是推完了對方的中塔 看起來是要轉到小龍池裡面了 這裡BB的裝備是非常的有趣 是選擇上了這個暮色黑刃 這個出法很像是我們 最近我有看到一種MF的 就是好運節的玩法 就是出了像是黑切啊鬼刀 然後再加暮色黑刃這樣的道具 就是給這種技能一波爆發型的 這有痛 有痛 有點誇張的傷害 這暮色黑刃的話 其實大家應該都是在過去的版本裡面 我們比較常提到的是 在傑這隻角色身上出現的道具 刺客角色身上的道具 但現在 我們先把這個 裝備的話題講完 畫面上面同時出現太多東西了 因為暮色黑刃這個道具 其實是會在一段的持續時間內 你打足了傷害它會爆開另外一個 額外的增傷 增加傷害的效果 但這個道具其實在AD之前都不太會出 對 我覺得禁四盒是 跟他跟傑一樣 就是他的AD有額外的係數加成 唉唷 這個吃到一半 但沒辦法是突然攔截掉了這隻和蟹 我覺得這個也算是 凱南老師講的剛剛就是 AD加成對於禁來說其實是非常重要 這個道具我記得沒錯的話提供的AD 是蠻不錯的一個 對 而且特別是暮色黑刃 他爆的那一下算是那個 我記得好像是有加AD係數的 非常痛 我覺得以這樣的出法的話 我覺得大家solo crew可以試試看 因為真的很痛 因為如果大家有玩過MF的話 嘗試看看 鬼刀完結黑切 黑切完在直接暮色黑刃 你點在對方軟皮身上的話 應該是兩槍就是 打線無敵耶 看到人直接開鬼刀就上去追了 沒錯 最兇的那種 畫面轉到Raisen的裝備欄裡面 可以看到一把吸魔劍已經握在手中 現在Raisen很怕對方吸血鬼給得爆 這個持續的 我就算是很魯的傷害 就一直踢在你旁邊一直吸你喔 這個吸血轉換現在有兩層的充能之後 會有一個額外增加傷害的效果 回復量也有增加 這裡連一折都要出喔 我是覺得一折 他會被吸血鬼黏到的機率其實是偏低阿 如果真的被吸血鬼黏到的話 那個團戰HK應該也是沒得大了 感覺是怕爆傷 就是怕一波直接被直接帶走 因為現在FORMAL現在有這個能力 他一一開著這樣子 急著 然後他這個腰帶直接在飛上來衝你臉的話很痛 我有個問題是 為什麼HK原本前期靠丁赫帶下來的風向 現在還到了JT手中 這裡的話其實 最主要是上路吧 我覺得上路真的還是差蠻多的 就是特朗德跟UAD阿 對特朗德其實他們雖然有拿東西 但是JT有換到 喔 華麗鮮目先開了四強 歐類殘血丁特中了蜘蛛網 看來這波團戰 是由JT所想要發起的中路的防禦塔 已經要被JT給拿掉了 拿掉的同時 Morning再往前彈出傷害 但丁特又被限制住 Morning往前棒打 但是被冰河練習的大拳給敲了起來 丁特就要閃現想要離開 他後方一個力量衝擊 BB被收掉了 再來Maple Stone也是倒下 兩邊是一個人頭的互換 這波Maple Stone的這個表現 非常的關鍵 對 因為這裡的話 如果是沒有換掉的話 對面AD還在 你這個塔勢必會點到慘 甚至直接被點掉 BB手中還扣有閃現 這個如果有replay的話 想看一下Maple Stone是怎麼切進去的 對 他這個爆發傷害真的太誇張了 應該沒有人想到他會1直接衝5 然後把對面AD給衝掉 我覺得BB可能也沒有想到 為什麼他會這樣進來跟我換 可能BB心中也有一個滿滿的問號 現在是J-Team剛剛原本想壓中 但AD掉的情況下 不能繼續再打 這邊來看一下BB的位置 喔 他其實這邊的話 是已經殘血 Maple Stone先用大絕 少了兩下 是直接飛嗎 哇 閃現 閃Q啊 這是閃Q 因為左躍巨艦的這個 YVALIA剛剛的大絕 都是放在了BB的臉上 所以BB想像已經很低的情況下 可能沒有注意到對方 YVALIA是閃現過來 另一個人衝擊把它給衝掉了 沒有錯 這個傷害是非常的夠 現在兩邊雖然人頭數 是只有相差一個 遊戲時間26分半左右 但是經濟是握在了J-Team的手中 兩條小龍進帳 看起來是一個五六千塊錢左右 BB目前的整個站位要非常小心 因為剛剛已經震死了 Maple Stone 一波是可以把你給衝死的 所以現在就變成是傑哥 要完全貼在BB的身邊 保護住這個AD Carry 這是我的話 我不會太害怕 因為本身我覺得YVALIA 她的傷害是增傷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加增傷 基本上只有攻速可以加 但是她現在應該也缺坦裝 她不會再補她的 她傷害面我覺得不會成長 她已經停住了 對 傷害面已經停住了 現在YVALIA想要增加的 只是她的坦度而已 但是現在的4-4 坦度剛剛在第二件裝備的 正份盔甲已經買起來了 現在她要幹嘛 她現在要全衝傷害了 所以傷害面來說的話 吸血鬼已經是開始往上走 欸4-4 這到時候可能 一個人傷害跟這個坦度 就足以把對面給收光 現在應該是HKE 可以找個機會來壓力測試看看 現在吸血鬼 手上有驚人嘛 手上有驚人的情況下面 看看坦不坦得住 如果坦不住的話 回家再多補兩件裝備 再出來打 沒有錯 而且他們現在這個機器人要抓誰 可能會變得比較 哇 小柚子Morning跟Maple Stone 雙M的交手 但現在看起來的話 是這個 九頭蛇 好像已經是把對方給打退了 這Maple Stone不敢練戰喔 對 這裡的話看 雖然差兩個等差 但是換血上面沒有虧太多 就像Clymouth講的 就是這個 因為伊瑞莉亞打的是真實傷害 真實傷害 是沒有任何的防禦道具可以抵擋 Maple Stone繼續在邊線上面發育 現在應該是要 這個應該算是 把兩個 他們重要的攻擊點位 一個伊瑞莉亞 以及伊澤威爾 放到兩條邊線上面 拿到更多的金錢 其他三個人 在中路抱在一起 把兵洗過去就好了 對這邊的話 其實打起來開始有點虧了 因為他們 沒有人可以真的有效的壓制住 對面的分推角色 包括西斜葵跟特朗德 這兩個位置基本上 他想推的時候就可以推 沒有太大的壓力 但是FORFOR等級好高喔 才短短的28分半而已 17等 全場最高等 對方 對線的GEAR 是只有15等 兩等的等差 對於西斜葵來說的話 很仰賴著技能組 他這個等級高 招式等級就高 傷害就多 對 不過GEAR沒關係 這個FORFOR年限已經過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跟你搶星人王 欸星人王是20嗎 不是20 不是20 是你一定要是 這一季是你第一季打 對對對 因為我完全忘記到西斜葵的條件是什麼 現在是J-Team在這個巴龍池的河道處 現在是在進出視野 側邊的Rayson有被點到了一下 BB目前是帶著隊友 一直在中上中間的河道處游移 看到了兵來 趕快跟著FORFOR一起把這些兵撿一撿 其實BB這套裝備到遊戲後期的時候 會慢慢變得比較弱一點 跟無盡的話比起來 他下一件是要出幻影之舞嗎 因為以這樣的出裝來說的話 黃雙刀接兩把短劍 看起來是要走 綠色那把幻影之舞 嗯 有可能喔 但下路的Maple Stone看起來有一點點危險喔 Morning選擇先略過了防禦塔 TP亮了起來 所以吸血鬼是叫自己的腰帶往後拉開 Maple Stone的大絕也是交出去 這邊是兩邊招式的交換喔 但此時藍方的HKA 是P了一下巴龍點位 應該是要把視野給搶回來 Refend在河道處 在側邊的話也有BB 但目前就端看 歐雷能不能把BB給抓過來 歐雷這隻角色的話 其實我覺得很棒的一個點 就是要探草沒有那麼緊張 所以你就手丟進去抓抓看就好了 特別是你如果搭配上 譬如說EazerRail這個鷹眼視頻的話 可以做一些蠻有趣的這種抓人的工作 但目前的BB是開了大絕 目標是Refend 把Refend的大絕都給嚇掉了 因為現在FORFOR開了鬼步往前 而且機器人把FORFOR拉了進來 看起來目標全部都要灌在Refend身上 讓這個傷害灌得滿滿的 這個機器人拉的吸血鬼 拉到Refend身邊 感覺上是 你不要太害怕了 感覺上是太害怕了 這怎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FORFOR打完一波團戰血還是滿的 在FORFOR這邊有點膨脹 FORFOR利用了一個血池 躲過了第一波的控制 但反身想要來做進攻 放著Morning進場 丁特轉線也是交了出去 往回一個滾動交通 蜘蛛王出手 丁特被綁住 但還有卡瑪爾上的一個護盾 這裡丁特還有大絕 應該是不會再打出幾殺來了 哇丁特好兇喔 還用一個肚子往前壓這個位置 想要把JT的成員給撤 勸退 不過上一波團戰 這個把吸血鬼拉進來 讓Refend倒掉 我覺得 這溝通上面似乎是出了一點點問題 Morning的 欸 差一點點 Morning的Record是差一點的 被Mamplestore給中斷掉了 這個JT的專員真的打得很漂亮喔 我覺得BB真的是很像 一個狙擊手 他不是玩這種IC 就是玩這個 勁喔 從遠遠的就可以狙你的頭 這邊看到是雷神 已經把自己的E用掉了 那是把閃線也是 很給力的就直接直接繳掉 沒錯沒錯 這個時間點 因為雷神的歐瑟線好不容易好了 你知道嗎 他好不容易好了之後 結果本來把吸血鬼拉進來 把雷神給賣了 哇這裡雷神這個 心裡一定很感慨 I thought we were both Korean 韓國人不打韓國人 怎麼這樣子害我 而且剛剛我從下方的這個GoPro小畫面 看到丁特的表情是非常的凝重喔 這眉頭深鎖的丁特 就端看怎麼樣靠九筒的破壞陣型 把這個團戰給打出來 因為 以現在來說的話 剛剛這一波擊殺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JT的目標並不是讓BB去Carry BB只是擔任一個 開戰前的血量消耗角色 真正在打傷害的是誰 是Morning跟FORFOR 沒有錯 我覺得這個 對靖的了解是很深喔 靖這隻角色是 又來了 BB開了大絕 又是把木優放在Racer身上 但戰場被切的開來 丁特赫就想要減傷 但是被對方一波給打死 丁特 這個 FORFOR被拉進來 感覺上這個是要給他拉的 還有驚人 因為FORFOR看到你把我拉進去之後 就一波灌在Racer身上 有魔法護盾 但是被切切醜化給吸死了 我覺得這個FORFOR絕對絕對是故意給拉的 對 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為什麼有些隊伍選擇不BAN機器人 這機器人拉 有很可怕嗎 還好吧 而且你有看到FORFOR是站在原地 給機器人拉嗎 對 這個吸血鬼很噁心 這吸血鬼很噁心 不是機器人很噁心 這吸血鬼很噁心 因為他是站著 吃了機器人全部的招式 你看 Gear想要來防守 想要來防守 但是被捷克給留住 後方傷害灌下去 Gear也要倒掉一下的普攻 讓BB拿到這個擊殺 這波真的是白教 我看HK這場看起來是有點軸遠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團戰 這個replay 絕對有上他愛的粉錢 這裡BB做得很好 開戰也是他做 然後收頭也是他收 丁特這邊已經是被切開了 都弄得不錯了 好然後這邊用丁特倒掉的同時 來看看FOFO的位置 直出上掉 然後FOFO等一下就會站在原地 然後給機器人拉 停一下 他知道他要抓reframe 你知道嗎 他原本想說 你這個機器人一定會想抓reframe 沒錯沒錯 那你抓我好了 FOFO是一個17幫檔 對對對 這裡哇智商壓制 這個FOFO這個位置打得很好笑 原本我認識的FOFO不是這個樣子 我認識的FOFO是一個好孩子 但他好像學壞了 現在學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招式 想殺我家reframe是不是 啊門都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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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抓我你抓我 謝謝鬼現在503的戰績 368的CS喔 現在遊戲時間也才33分鐘而已喔 這分鐘是誠實的持兵量 沒有錯喔 這裡我覺得morning 真的是要來教訓一下這個 這個上路喔 包括FOFO這邊也是喔 這個持兵量喔 好會濃喔 真的超會濃的 除了下路的BB之外 其他路線基本上都是領先的喔 以現在的傑哥 買出了日輪的加冕 而且兵線也快要到手 應該是可以彈住對方第一波給的傷害 現在反而是機器人很尷尬 因為他買的裝備 並不是給隊友更多幫助的裝備 我這裡機器人有沒有辦法抓 這個火箭裝備是空掉的 但丁特被限制住了 後方有聽到鬼刀的聲音 這邊是由BB開啟的鬼刀想來做傷害 在遠方開啟了一個華麗斜幕 一槍一槍 打在對方HKE的身上 打到對方星函 而且由Mapson用肉身來硬擋 Morning買出了GA之後 六呼吸的命毒切割戰場 下路2塔已經是被GT給拿掉了 再加一個致命復必想來留人 不過Racer是套了卡瑪的護盾 現在已經開始出現了HKE 傷害不太足夠 把對方一直撥給帶死的畫面喔 這邊的話只有一個輸出點為雷神喔 但是雷神又非常的懼怕 這種各種棒 啊蜘蛛網到了 此時OLE 是用火箭抓去想要拉拉蜘蛛 上吊之後降在了Racer的身邊 Racer又一次的倒下 但目標轉到丁特身上 正到冰光效果打得出來 然後Morning拿到一個雙殺 閃線上去 由傑哥的虛弱留住了GAAR到後方 Mapson的進場 想另外一個致命復必來做傷害 但現在全部人都在追擊 再加一個致命復必 Mapson被留了下來 Mapson倒掉了 哇 終於抓到了 結果這個火箭抓去把吸血鬼 拉進了這個溫泉裡面 然後搭配著卡瑪的靈魂鏈結 直接把這個人的頭給拿到 這裡OLE大聲喊了一個 再來啊 然後就直接把對方抓進溫泉裡面 OLE現在準備要再來第二波了嗎 這個蜘蛛王原本想要出手 但是沒有命中 GAAR被留下來 看起來GAAR也要倒了 Refren被拉了一下 但看起來Refren的坦度是足夠的 特朗德棒打對方的GAAR GAAR已經倒下 Morning的G還沒有被打得出來 OLE被關廁所 先用頭帶解開第一波的控制 然後對方JT是已經把主堡防禦塔之一給拆掉了 OLE半顯了他的護國機器人 但他跟牛不太一樣 因為牛可以減傷 但此時小兵 沒有兵了 對沒錯小兵不太足夠 而且 往回一個火電抓起 往Morning抓了回來小兵不太足夠的JT 打得最穩的那一種 不想要讓這個 悲劇重演 對對對 這邊雷神跟丁德都回來囉 所以趕快選擇TP回家 這裡看丁德有沒有辦法斷到 丁德閃現過去丟大絕 結果反應 反應好快 傑克是聚了熊星中盾 把這個大絕給擋住喔 對對對 是熊星 中盾 對熊星中盾沒錯 後方是約利亞 這邊定到 Nemi賽跑的速度啊 自以為跑很快 但是被對方一波控制給打死了 啊年輕人 哇這個真的是太衝動了 對 哇這個導播帶得很好 切得及死 而且 剛剛那伊瑞利亞好像是 準備要交棒的這個接力賽的選手一樣 對 手上拿著一個要接棒的棒子 結果沒有要傳 因為你跑到別人跑道上面了 對 這別人是把你手上的棒子搶下來 然後這樣打你頭一下這樣子 好可惜 因為現在這個伊瑞利亞 其實他的裝備算是蠻under的 你看對面這個Morning 就是925的巨棒特朗德這樣 哇真的是巨棒喔 你看到裝備全滿回家 還補了這個反甲 怎麼玩 對 這邊的Morning剛一進去 然後就是直接被Morning開大絕 沒有物防沒有魔防 然後就被點死了 對伊瑞利亞雖然說身上是有 應該說身上有穿著振憤 腳上套著清靈之鞋 手上拿著Omen 但剛剛被特朗德一吸之後 全部衣服都脫光了 沒有錯 哇這個特朗德 太厲害了 還不玩嗎這角色 還不玩嗎 太厲害了 現在是JT攻破了對方的下路走 準備要來轉中 但看起來OLED機器人是沒辦法逆轉到 有辦法成功的回來嗎 OK沒有被斷到 沒有被斷到 但目前是一個中上的轉線 壓力很大喔 對於HKE來說 而且風向其實已經完完全全握在JT的手中了 經濟大概是一萬三千四千塊錢左右 我們今天真的看到好多場精彩的狙擊表現喔 包括我們這個第一個BO1的MISSION 法洛斯來的狙擊 那今天再來看一下這個BB的勁 再來一拘雷神 沒錯 蜘蛛王命中在丁特身上 隔牆OLED想要來拉人 但是反而被致命復帰給留住 就看一下OLED能不能順利的回到高地之上 目前是用Refurn來扛這個雷射塔 看起來JT只要大局入心 直接壓上高地了 哇 摩尼好坦被這個鏈結給練得起來 但是完全在扛塔 反身吸內一口 深入霸體 摩尼好像沒有在扣血一樣 哇一個大捷有冰和烈器切割了 在場沒有都被留在了後面 VB先把對方給料理了起來 哇 現在留住了丁特 看起來在開一個 這個華麗蝎木要來收頭 打到大殺特殺 第二強也有命中 搭配吸血鬼的傷害 先把雷神給收掉 這裡OLED也要抓人 不給抓 OLED想要來拉人 但FORFOR現在吃過一次虧 就不會再 沒有沒有沒有 傑哥這邊是沒有吃過虧的 所以傑哥剛剛被拉了起來 搭配卡瑪的傷害 被帶走的傑哥倒下 但卡瑪也是被對方給制裁掉 JT這一波的進攻 攻破了對方的主堡 拿下了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不太關鍵了 給了這個FORFOR的吸血鬼 很多的人頭數 讓他直接起飛 前面大概15分鐘左右 幾乎都是丁特布好的 非常順的風向 對 已經帶了一個5比2的 沒錯沒錯 我記得沒抽到那時候 丁特好像是0203還是302 就是那一把如果是正常發展下去的話 基本上是穩的 前期贏的有五個頭 都是Jungle帶出來 我覺得那把風向基本上是穩的 沒有錯 這個都歸功於下路 那一波團戰Refrain來的一個神榜 直接把對面4顆人頭殺掉 真的真的 那個Easterware如果沒有中到蜘蛛網的話 說不定都還有得打 而且這場我覺得卡瑪的效果 其實有點偏少 對 因為卡瑪本身沒有衛性質 他被這個 鏡抓到之後 然後直接被吸血鬼收掉 我們看到這個play看了好幾次 而且 有一個 我覺得比較疑惑的是 今天如果中路有一個 操作非常好的中路選手的時候 為什麼要去救他玩一些 比較功能性的角色 我個人啦 我個人的考量會是在 如果今天有一個這麼強的中路選手的話 就讓他來carry 其實我覺得 那卡瑪本你怎麼看 我覺得HKE這個陣的話 就 我是覺得強的選手 也是可以玩功能性的角色 當然當然當然 那要看你隊伍體系 想要達到 呃 隊伍體系是怎麼樣 然後你的陣容想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那我覺得HKE這一次的話 我覺得他陣容是選得比較 比較 比較零散一點 因為他包括有個上路需要滾雪球 打線要滾雪球的E-Ready 然後中路又是一個 輔助的這個 對 好像有一點poke的性質在 但是你poke的性質 你真的需要E-Ready這隻角色 或你真的需要 機器人這隻角色 感覺也不是真的那麼需要 那整體傷害面上面又比較低 你的失誤 你的容錯率其實 也算是一個比較低的陣容 所以 不太知道這個陣容的思維 有很不錯 有幾個月 不太知道